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苏泽 你在哪里呢 我看不到你 走 真不好意思 没事吧 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我这礼服很贵的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吗 礼服我家多的是 我给你拿几件 就是 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你们是故意的吧 你们几个 对啊 就是故意的 就是故意的 你 申小姐 这样欺负别人 不太好吧 申小姐 你要知道 如果申总知道 在这个地方 你这样的表现 你说她会怎么想 你又是谁啊 这是林氏集团的小林总 这 这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你计算那个林远山吗 是啊 就是那个 她的独子 先披上吧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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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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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老爷 来来来来 老爷 老爷 祝您生成快乐啊 好好好 陈老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吧 好 好 各位来宾 先生们女士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陈老的73岁寿城 感谢各位亲朋好友 抽出宝贵时间 历临今天的现场 那我们现在开始 有请 下面有请我们的陈老的外孙女 苏姨苏小姐和陈老一起 吹蜡烛切蛋糕 没想到苏总就是苏家的长女 来 我们大家一起 祝陈老长寿幸福安康 下面有请苏姨苏小姐 给大家讲几句话 好 今天是我老爷七十三岁大寿 我在这里祝我老爷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老爷是我最重要的亲人 我希望老爷能够陪我 走更远更长的路 气色不错呀 这黑眼圈都快没了 我现在睡得还可以 也不怎么做噩梦了 胸口也不怎么疼了 这次是哪位医生啊 这么厉害 没有医生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这毛病几十年了 好了就好 当初带你全世界的 去寻医问诊的 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现在好多了 我们也就不用担心了 嗯 今天是来给陈老爷 今天是来给陈老祝寿的 我就不说你了 上次你跟陈老的外孙女 见得怎么样了 挺好的 挺好的 那好 我带你和陈老去打个招呼 走 走 你呀 我呢 也过不了几个生日了 你呢 听老爷一句劝 别和你爸置气了 再怎么说的也是你爸呀 这些年 他知道错了 我看得出来 他对你呀 还是很关心的 这些年 他知道错了 我看得出来 他对你呀 还是很关心的 我知道 老爷 您别这么说 我要老爷陪我走好久好久 人哪 都有走的那一天 呸呸呸 不许在今天说不吉利的话 我知道 他呀 是因为我妈的遗嘱 将公司的股份 大部分都转到我名下了 他害怕惹了我 被打回原刑 所以才关心我 你这孩子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 长老 你爸 长老 我带着犬子来给您打个招呼 好啊 好啊 都长这么大了 是啊 上次您见他的时候 他才十岁 然后就跟着妈妈 去国外生活了 今年您出才回来的 不错不错 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陈爷爷好 我自己做了个 咨询工作室 年轻人哪 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不学坏就行 好好努力干 你和我们家苏姨 上次见过呀 别说了 怎么样啊 这小伙子一表人才 看来我能早日报上重孙子咯 老爷 你想什么呢 你竟然骗我 太过分了吧 坦白举 你先还是我先 那我先来吧 我才回来 我不想靠我老爸 我接受的教育理念 需要独立 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 要有自己的价值 我要创立自己的品牌和 行了行了打住吧 净给你自己脸上贴金了 先把你的那个所谓的事业 做好再说吧 好吧 那你呢 就像你看到的那样咯 哪样 就那样呗 那你为什么还出来做剑情师啊 有些事 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那好吧 还有一件事 你看 上次 你老爷和我爸 不是给我们介绍相亲吗 今天 我们可不可以正式相亲一下 好啊 那我们今天就正式认识一下 那 那我相中你了 你呢 我啊 你猜 哎 给我一个答案啊 喂喂 你听我说 喂喂 喂喂 你听我给你解释 你听我给你解释 有意思吗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怎样的呢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不是的 喂喂 在我心中 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 你拿我当过朋友吗 基本的坦诚你有吗 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喂喂 我家的事情比较复杂 你够了别演了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亏我还总是跟你说 让你找个调节好的价了 弄了半天我就是一个笑话 喂喂 对不起 喂喂 我没有演 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家庭背景很好 我们家的关系真的比较复杂 我从小到大我都不愿意把我家的情况告诉别人 别人 别人 我又成了别人了 那样的晚宴 你是主角 你光彩夺目 我呢 我在你眼中只不过是个毫不起眼的蹭圈虫 我就是个笑话罢了 如果我没有人来听过 我如果不是个有意外的 我就是这个原因 我感觉 early 我就是决定啊 你决定的